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干啥呢 我说没说过不让说话 大哥 我后来没说话 那我说的 哦 你这是怪我 大哥 请问您是周指若先生吗 哦 是我呀 你谁呀 大哥 我送雨水机的 搁那儿吧 那儿可不行 啊 不觉得搁在这儿 影响我出入吗 是啊 考虑不周了 我看 哎呀 大哥呀 这儿挺宽敞的 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那儿更不行了 哎呀 这儿又咋的了 那个地方放东西 打财路 大哥 我就一个饮水机 能咋的呀 不好了 不好了 周主管 咱们公司那块地被抢走了 你给我拿起来 啊 哎呀 你快去树里去 哎 那不让放 不让放 大哥 那要不你给我几条明路 不是 你这小兄弟一根筋 那那边不让放 你就搁这边就完了呗 行 那我给你放那边了啊 哎呀 行 大哥 那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没别的事就先走吧 哎 大哥 咋还没走呢 还有点流程没走完 快递费 还没给我呢 三十 这小兄弟也有意思 你要三十块钱 要三十块钱 没那么叽叽的 就我这大家大业的 能插着你钱 多少钱 三十 等着 正好三十 谢谢啊 大哥 我谢谢你 教主管在吗 哎 打了点别说话啊 你先 呀 跟我藏猫猫呢 没藏啊 没藏啊 没藏 没藏我怎么听说 咱们公司交给你那块地 让别人给抢走了 我正光洁呢 真不让人省心 别动 我让你别动 说说吧 你这一天天你都干啥了 画虾 画虾 啊 来 我看看你这虾 周芷若呀 这就是你画的虾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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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你这就是虾画 不是 周铁钢你说话亏说话 干嘛撕我作品呢 叫啥呢 公司里管我叫啥 姐 啊 再说一遍 经理经理经理 行了吧 别生气 别生气 没那么气 哎呀 都是一家人 你们俩能不能撒开 你谁呀 我是送快递的 送饮水机的 你在这干啥呢 他订了个饮水机 我给送来了 快递费还没给我 三十块钱 啊 我明白了 他订了饮水机 欠你三十块钱 让你等这么长时间 是不是 低了 没事 这三十块钱 他要是给不起 我给你 哎呀 周铁钢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哎 欺负人欺负人 你这是干啥呀 好好说的呀 今天这钱啊 我给你 话我都说出来了 这钱必须给我给呀 都一样 你知道吗 饮水机我买的 这钱我给 能给你磨磨唧唧 你不给呀 我磨磨唧唧怎么了 我磨磨唧唧 也不知道这种人的钱 你生气啊 我是哪种人 好 你要这么说 那我还真就不给了 你给 你给 你推谁呢 你打了 你再给我推一个 打了 一天跟我被大没想 一天打了 大哥打紧 不就三十块钱吗 我不要了行不 不行 好 那老丁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你俩一人十五啊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这大家大业的 我在自己家的公司 跟我亲弟弟能因为三十块钱 我们就AAA制啊 那说出去都让人笑话 就是 十五 真凯一位 谢谢啊 周执若周铁钢 这还没别说话啊 这次真别说话啊 我听说 交给你们俩投标的那块地 让别人给抢走啊 我正相信哪 多耽误事啊 爸 这事是指弱跟进的 要是我在肯定不这样 你有责任 你 你 你是哪个部门的主管 在公司我三连五身多少次 要注意个人的仪容仪表 我 你瞅瞅你穿的这是啥啊 啊 毕业副侠啊 你给我脱了 别说别说别说 通过今天这场残酷的上战 我是真的发现 自己生熬喽 熟啊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 啊 啊 是吧 生儿与女 一辈子 最后只剩下 满脸的中文 啊 好 都坐吧孩子们 啊 早的 现在在公司 我说话不好使啊 坐下 其实啊 今天晚安 是有个重要的决定要宣布 我决定 今天 退居二线 把机会 都让给你们这些年轻人 爸 你这个决定是不是有点仓促 嗯 不仓促 都说说吧 我的这些家产 你们都想要点啥 今天我都答应 爸 我什么也不要 就把公司的股权给我就行 嗯 我同意 那爸 我也啥也不要 你就把咱家现在住那个房子给我就行 行 我同意 我也可以啥也不要 但是我今天能把这三十块钱要过去 我就算是傻了高详了我 我没傻呢 我今天 我说你 谁呀 伤我这分我的家产哪 张罪就三十 你得抢啊 我告诉你年轻人 听 能不能听我说 听我说 说说呗 我能听见 你不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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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你不说 送你这些机员 你儿子欠我三十块钱 快递费没给我 哎呀 哎呀小伙子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把你当成我公司员工啊 没事 这钱他不给 我给 谁也说 周始祖啊 你说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啊 三十块钱给不起呀 咱们是什么样的家庭 这大家大业的你因为三十块钱 让一个会计员等你这么长时间 三十三十三十 你呀 啥也不是 小伙子 欠你多少钱 呀 说 你都说多少遍了 三十 不好意思 让这块烂泥啊 给我弃糊涂了 那个 三十正好 爸能不能别叫我烂泥了 你就是烂泥 你就是 就你这样的 还想着天天分我房子分我弟呀 啊 你呀 啥也没有 这三十块 你自己给吧 不是爸 你听我解释吧 你 啥也不是 爸 爸呀你消消气 我那股权的事你考虑考虑 爸你听我解释你啊 啥也别说兄弟 我一个人待会就行 你先走吧 我上哪去呀 你干嘛忙你的去呗 我这都出多大事了 我得让我爸解释清楚啊 爸 爸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爸 爸 这是个什么家庭 大家大业呀 我要三块钱这么费劲吗 啊 相亲的相亲 过节的过节 还有我瞎的呀 就这样给你们多少钱 你们也守不住啊 我不能像你们一样 我的努力 我是快乐的小快递 努力 谢谢 谢谢 谢谢